一些这个讲话 那么我刚才说到 这个的确对中共 是一个比较有利的 那么他的总编 何顿就表示 世界各国应该和中国政府 合作了解新冠的疫情 指责中国传播源头 并没有帮助也不是事实 中国自己不想看到疫情爆发 也不应为此 他是这么说的 就说针对 他接受央视 中共的央视新闻一家 就像针对虚假信息的研究显示 有些假消息非常可怕 比如那些有些人说 未来注射疫苗是危险 或者说疫情是由媒体炒制的 或者说这种病毒对人 不会造成危险 他说很不幸 在现在这些媒体爆发中 这些谣言就像病毒一样的 就他说 有些人正在指责中国 是这个疫情传播的源头 但是这并没有帮助 也不是事实 但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 冷静下来和中国政府合作 来了解这个疫情 竭尽所能 确保疫情不会卷土重来 中国自己也不想看到 这个疫情的爆发 也不应为此负责 那么这边报道就说 这个核论就表示 某些政客连人失望 他们的股水阴谋论 或者是一些没有明确证据的 治疗方案 而且还公开的批评 其他国家 比如说 美国批评中国 或者说批评一些组织 比如说这个示威 这些做法没有用处 应该做的是加洋合作 那么核顿在这个采访当中 还赞扬了所谓中国政府决定 武汉封城非常果断 而通过这个封锁武汉 如果能够让世界有时间来应对疫情 这不仅仅是正确的决定 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展示了 他们应该如何应对疫情的经济威胁 他认为应该感谢 中国在武汉抗议当中所做的努力 那么这是一个报道 那么还有就是中国驻英国的大使刘晓明 他就说到 他也是说到 现在又重新又再一次说到 中国不是病毒的起源 而且他认为李文亮不是吹哨人 因为在此还有张艺绅 他认为李文亮是要早三天 而且他是通过正常的渠道 正规的渠道去上报 那么他是接受BBC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了 这个中国没有隐瞒疫情 那么也不是这个病毒起源 不能因为疫情在中国发现就值得中国 这和当时这个钟南山的 这个论点是一样的 那么他就说呢 这个他是接受BBC这个Hard Talk 这个节目专访的时候说的 他说这个COVID-19呢 是不是起源于中国 当局是否已经疫情呢 他就宣称 病毒最早发现在武汉 并不等于起源于武汉 病毒可能源自任何地方 不能认为中国是首发 就值得这个中国 要看到呢 中国要接近所能努力抗疫 中国是病毒受害者 中国不是病毒制造者 也不是病毒的源头 他就说呢 湖北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的这个呼吸科内科的主任 张继先呢 是12月27号 就去年上报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 那么中国卫生部门和疾病中心 在四天之后 用最短的时间 并且和其他国家共产信息 他强调呢 李文亮不是吹哨人 张医生比李医生早三天 向卫生部门报告 而且是张医生是通过正常渠道 向卫生部门报告 李文亮是在朋友圈 传播相关信息 那么在任何国家 如果出现极其危险的 未知病毒情况下 都可能引起破坏 那么实际上 某种意义上说呢 他现在又 再次指责了李文亮医生 那么刘晓明大使就说呢 警方传唤他 向他提出警告 要是他停止 传播这个疫情信息呢 这不能称为隐瞒 刘晓明就说呢 有关李文亮的事 已经有结论 已经认为呢 已经给他相当的这种评价了 就说呢 最认为劣势啊 受益很高的荣誉啊 那么所以说 节目的主持人就在节目当中就问呢 就中国最近几周 在这个全世界掀起一场假消息 和宣传攻势 包括这个中国驻法使馆的宣称啊 法国老人在养老院被抛弃啊 承受痛苦啊 那么中国外交官员 在社交媒体上散布阴谋论啊 说这个美国军人 把这个病毒偷到的 偷带到这个中国 他说就 为什么中国要宣传这样的假消息 而刘晓明就回应说呢 不是中国散布假消息 如果把中国领导人 中国外交官和中国大使表态 和美国领导人 美国外交官 然后美国大使就可以比较 你就会发现 谁才散布假消息 那么就说 当然他也说了 他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呢 和美方也保持良好关系 就应该渐渐的相互信任 合作啊 不对抗的基础上等等 那么就说 再一个呢 我就觉得 陈先生 就是前两天 那个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 岳玉成啊 他这个 接受这个NBC采访的时候 我觉得他那段话说的 倒是还是和这个战狼相比的 要客观点 要客观 要这个让人感觉 要舒服得多 因为他毕竟呢 还不说 对 那么毕竟从一个比较 这种 很讲究外交礼仪的 这样的一个 又对这个 中美关系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 维护战友关系的 这样一个角度呢 来看呢 让人感觉到呢 比较受用一些 那么和这个 之前 现在就 我们看到最 跳得最厉害的 这两个战狼啊 华春莹啊 这个赵立坚啊 包括这个耿爽啊 那相比呢 他的这番表态呢 我觉得 感觉格局呢 就要高一些 同时呢 让人感觉 比较受用 不知道您怎么看 这个 现在这个 就是说 现在我们先讲 那个 柳叶刀的 柳叶刀这个 主编和这个 刚才说到的 刘晓明 我先把刘晓明的话 说他 你们先看看 比较一下 中美两国领导人 他们关于这个 病毒发生 谁是 谁是阴谋论 谁不是阴谋论 都清楚了 好 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 就是要把所有的信息 都公开出来 放到中国公众 特别是要放到中国 放到全世界面前 全世界大家都看得到 中国的消息看得到 美国的消息看得到 其他国家都把他看得到 清清楚楚的 那个媒体就是 这样一个清楚的舆论 和他刘晓明说的不一样 我们待会再一一地 反驳刘晓明的那些说法 不对 就是错的 但是他说的前提是对的 我们要大家来看看 究竟是美国领导人 说的是阴谋论 还是我们中国领导人 说的 就是要 我非常欣赏这种 要透明的办法 就是要把全世界 关于这个的信息 让中国人都知道 让美国人知道 其实美国人都知道了 因为在外面没有新闻限制 没有打压新闻自由 没有什么言论限制 所以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 中国国内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 外面的这个舆论是怎么样 世界上怎么样 所以才有这么多 非常的 刚才说的 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 非常极端的仇恨 对世界上 清清楚楚 把这个事情打开 刚才就说到柳叶刀 那个说法 柳叶刀的主编 叫那个 Horton 他的说法 是说 指责中国是传播的源头 并没有帮助 也不是事实 他先说并没有帮助 然后也并不是事实 实际上现在还没有 哪一个国家做定论 说这个源头 就是从哪儿而出来的 只不过说 说泄入了这个东西 这个源头 就是现在是 现在我们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现在的说法 比较得到公认的 在医学界 是说这个病毒 看来不是人工合成的 这个基本上有 第二 它可能是自然演化的 但是 这个病毒 有可能是从中国的 那个武汉的 P4研究所出来的 这个两者并不矛盾 有些人说 既然不是人工合成 那就和实验室 没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实验室采集了 大量的自然演化的 那些来研究 这个什么新冠病毒 各种新冠病毒 已经发表了很多论文 而 它不是说人工合成 它采取了自然演化 例如蝙蝠的 那个病毒 到实验室 作为实验材料 来研究 他们要取出 这个是已经公认的了 实验室是在研究 这些东西 那么研究这个东西 它是可能是 还没有合成 这个东西 但是你在研究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已经泄露出来了 发生的是个事故 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而且是可能性相当高的 因为就在武汉爆发的 而这个实验室就在武汉 而且决定 那个所谓的 最先发现的 那个海泉市场也不远 再说呢 最新鲜的除了 和海泉市场有关 还有十几个人 没有和海泉市场有关系 都有了 真的 anyway 这一点是这样的 所以说 关于源头究竟是 从哪来的 就是说这个 比如蝙蝠那个病毒 是怎么样产生的 这个还没有定论 还在研究 但是爆发是在武汉 爆发就是在 而且离武汉的实验室 没有多远 而且大家比较 现在比较公认的 比较多的公认的结论是 不是说是人吃了 这个所谓的蝙蝠肉 那个野生野味发现的 而是说是个病毒 是传播开来的 那个自然演化生成的病毒 传播开来 而实验室正在研究 这些病毒 还有些这些病毒 就在实验室里面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 然后他主要就是说 中国不因为疫情爆发 负责 什么意思 你现在结论都没有 再说了 有些结论是清清楚 清清楚楚 他根本不谈 就是说初期 中共是压制了 这个已经发现了 已经发生了论文 刚才那个刘晓明谈了 已经有论文 已经有各种各样的 包括上海的 还有另外的医疗小组 已经把这个 基因 那个病毒的序列 已经弄出来了 后来的 虽然弄出来了 他们很多其他的实验室 就被禁止了 发表 但是上海那个 把它发表出来了 没办法了 中国但是很快地 把那个实验项目停止了 销毁了那个东西 这就是后来的一系列的 五个三个星期的隐瞒 这是全世界公会的 我们就不谈 这个详细的过程了 时间点清清楚楚了 中国隐瞒了 这个可以人传人 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非常重要的 这个开始 大家都有共识的 而且他刚才说 刘晓明说 上报到了北京 北京没有向这些人公布 所以说武汉到 1月10几号 还在大搞什么万人宴 这些东西 这些开始 隐瞒了疫情 而且现在世卫组织来说 中共并没有给他们说 这个人传人的事情 他们得到的信息 就是中共单方面的一些信息 那是现在看来是错误的 真的 这个东西已经是 确切的结论 他根本不说这个东西 我说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 柳月刀 这个主编是 受了这个核顿 他得了中共什么好处 我们不好处 今天我就想到这个题目 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是一个 中共的所谓这种代理人 他是不是有利益关系 利益相关关系 我想利益相关关系 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说很多 中国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 是在他们那个杂志上 发表最先 他们是有这种相关关系 但是还有什么 更深层的相关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要想讲的是 第一个 就是说 他是在中央人民广播 中央电视台 央视节目 而这些刚才说的 这个摘要的这几点 是 是他的内容 但是不是 我们知道中国的媒体 他基本上 我们过去看很多参考消息 都说是外围报道 怎么怎么样 但是 是 外媒是有这些话 我想这个核顿 可能说了这些话 刚才说的这些话 但是可能他还有其他的话 他不是说 非常完整的 全面的 这是可能性之一 因为他是 他报道的 然后发表出来 刚才说的那些话 是一些他画的句子 是摘要 这是一个 就是说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想他这中间 即使是 还有其他的话 作为一个平衡 一个补充 即使这样 我觉得他这一话 还是没有道理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他根本就隐瞒了 大家现在已经是 清清楚楚明白的 中共初期 隐瞒了这个疫情 隐瞒了人传人 这个事实 所以使得全世界 遭受这么大事 所有的科学家的承认 包括中南山的承认 例如中南山说的是 武汉封城 如果提前五天 就会少95%的人感染 那个其他的 现在就更有详细的原则 是说 如果是说 那个 早公布 那个人传人的事情 几个 两个星期是多少 三个星期 就是刚才说的 95天 和那个比例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是 66天 就是早 比现在 后来提前一个星期 中共是知道这个类型的 如果提前一个星期公布 要少66% 如果是提前两个星期 要少86% 如果提前三个星期 就是中共刚刚在 知道这个人传人 知道这些类型 有很重大的人传人的 这个病毒的话 要95%的人 不会被传 这个已经是 现在是公开的事实了 现在纽约刀 这位主编何顿 他不说这些话 我觉得是没有专业道德 这是说的是 非常的不对的 另外一个 你要说是 要让大家共同防疫 那你起码要 来调查 他说现在是合作 大家合作 共同来防疫 调查这个事情 那好 我想就请何顿先生 向中共政府 提高强有力的建议 就是说 要请各国 都在中国 包括世卫组织 世卫组织今天也表态了 他要参加调查 要进中国去调查 中共从开始 从美国一开始 希望能够进行了解 调查这个事情 合作抗议 他就一开始拒绝 到现在还是拒绝 这么久了 几个月了 还是拒绝 为什么你 既然是希望能够 共同的了解真相 知道真相 那为什么拒绝 这些外国的研究机构 包括世卫组织 进行真正的 实质性的调查 这也是个 他很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所谓的 要公开双方的资料 包括刘晓明也好 包括何顿也说了好 我们要把事实 弄得很 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他说了很多 包括说了 对 外面也传了很多 人工合成 生化武器 这些阴谋论 是有 但是你也 为什么不提 那个什么赵立坚 那些阴谋论 说的美军代行 这些东西 所以他这个说法 这是非常的不客观 不平衡的一种说法 这是我想何顿 先生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权威的杂志的主编 我想他在这个问题上 起码他说的那几句话上 是非常的不专业的 不客观的 但是呢 他是 另外一点 是不是他还说了其他的话 中共 阴谋论 没有把他全部的全面的播放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当然也存在 就是说 这是一个 当然刘晓明那个我就觉得根本就没有 我看过他好几次 英国的BBC对他采访 还有其他的电台 他好像成了中国的外交官 在海外的外交官 第一号发言人员 经常出来发言 基本上就是从事 无论老一号 没有 他说 中共已故的武汉 伊斯里文亮 并非疫情吹哨人 还有先例有人就已经 向中央打报告上去了 真的 我相信可能是有 包括我们追踪那个还要找 比他说的还要找的 都有内部的 包括送服啊这些东西 都有报告上去 问题是在于 他们没有向公众公布 就是说包括人权 这个是所影响了所有公众的利益的 这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但是没有向公众公布 说是打报告上去 但是上面根本就 大家知道十几天 三个礼拜 没有任何动作 没有任何指条 而武汉的李文亮 他虽然是在小范围内的 在圈子内的 在医生的群体里面 给大家打招呼 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要防备了 而且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 而这些人可以一传十十传百的 可以传开来 所以 有人把李文亮作为吹哨人 当然是有道理的 你中共官方的那个系统 你是完全封闭的嘛 你说你打报告上去了 我们看不见嘛 所有的中共 中国公众看不见嘛 其他的医生也看不见嘛 所以没有看见 你这个等于就是屁话嘛 你根本就没有公布出来嘛 就是你就不是吹哨人嘛 只有李文亮 他们八位医生 向互相之间的传授传播 然后他会扩展开来 包括那个任少人的 那个蔡宁等等等等 我想这些人才是真正的 一个发烧人 吹哨人 因为他们有愿望 希望其他的人了解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病毒 对我们大家的生命安全 都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防备 大家要注意 这就是这个意思嘛 所以他是吹哨人 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 而不是像你 刘晓明说的 某个他们内部某个医生 也打报告 向中央汇报 我想中央汇报的还不止他 还有 但是你这个系统 是完全封闭的 你没有任何公众 知道这个东西 你这就不叫吹哨人 你这就是说是 官方那个系统 而且你的系统 是对中国没有任何 你就是失败了 你就是说是 完全对公众 没有任何的责任性的 或者是对公众的 卫生安全 没有任何的防范的 这样一个系统 或者不透明的系统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系统 本来他们还建立了 很完善的 从SARS之来 但是中间 为什么失效了 大家都在追查 这个原因就知道 是中间 中共上面 反向的下了结论 下了命令下来 说这个事情 不能再说了 不能传开 不能传播 是反向的压制 这个从上到下的 从下到上的 这样一个 所谓的信息汇报系统 所以使得那个系统 完全失效 是因为当时 中共的领导人 就是这样 下了命令下来的 而且即使在武汉 封城的当天 习近平 在春节团拜会上 支支不提这个事情 你这不是 很明明白白的 就是要压制 这个消息的传播吗 不要影响 这个春节的气氛 等等 他们内部的 所以说这个责任 是非常的清楚 完全不可抵赖的 一个责任 这个责任是 行政当局 必须要负的 中国的行政当局 必须要负的 而医生 我想有些医生 是尽到他的责任 但是你这个 这个汇报的系统 是一个政治性的系统 这个系统 被政治体系所压制 让这个系统 没有对公众 起任何作用 没有对广泛的医疗系统 医生护士 起基本作用 使得大批的医生护士 得到感染 使得大批的公众传染 后来流放到 流放到全世界 这是罪过 这个东西 你刚才说的 这个完全不能狡辩 说是 他们中国政府 没有责任 这个当然是重大的责任 这个显而易近而易近而易近 是应该说他现在这种 这种辩解啊 这种都显得很苍白 我们的网友现在 有没有要发言 请我们的网友发言 因为我们在看到这个 请聊的这个 后来这个请聊呢 还是有很多人在说 包括这个 麦克里说到这个 刘晓明天天去BBC 感觉 那么这个 应该说现在呢 我们这个 有关这个话题 我觉得现在 的确已经是 基本上这个线条啊 这个 越来越清晰了 就是说 首先他不是一个 人工制造的 这一点呢 但是不是人工制造 这是只是其一 那么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事后你这种 对于这种疫情 压制 这个是实际上 这是如果说 疫情的出现 就病毒出现 是一个天灾的话 那么 你这个对 消息的这种压制 封锁 这就是人祸 所以说现在讲的 所谓这个索赔也好 追责也好 说的就这个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这方面 而不要 要把这个注意力 转到什么 他的这个起源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最主要 现在应该说呢 就是要把这个 钉在这个 你到底是怎么应对 这才是最大的 对 而且对世界 造成最大伤害的 就是这个东西 你本来可以 95%去 刘瀚 网友刘瀚 请发言 刘瀚 听讲 我刚才给你 已经解除静音了 好的好的 谢谢安华先生 谢谢奎德博士 我觉得吧 这个疫情 已经到这个 这个程度了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在讨论 什么什么 就有点过多了 现在最关键的是 我们要总结经验的问题 就是各国政府都得总结经验 总结经验教训 为什么 为什么武汉发生 为什么各地还会发生 为什么 那个武汉周边的城市 比如说 广州 深圳 上海 它的情况又会稍微低一点 这都是大家 觉得疫情过后 都得要总结 总结到底哪些 是我们做对的 哪些是我们没做到的 都得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吧 这样如果说 每次疫情过后 都没有一个总结 没有一个改进的话 那个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 也是不可避免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啊 你说的很好 就是说 是要总结经验教训 我想这个包括各个国家 各个地区 它的防御的措施 哪些是比较做得对的 哪些作品 这些都是肯定是很对的 但是总结经验教训 我们要 还是有一个 不是说是总结了经验教训 就没有责任的问题 另外一个 我们大家要想想 如果总结经验教训 第一号 最强大的经验教训 第一号的经验教训 就是说 信息要透明 要畅通 要使人民有知情权 特别是相关的人士 例如说 有些医护人员 都没有知情权的时候 这是非常大的灾祸 为什么中国的两大灾害 最近的两大公共卫生灾难 都发生在中国 这样一个 就是信息不透明 第三年 第三年 三十四天 就是有蒋炎永医生 因为是被封锁信息 有这么大的 所以才有蒋炎永医生 冒死泛滥 向国外的媒体 透露了这个事情 说这个不得了 这个事情是 蒋炎永医生 对啊 蒋炎永医生 然后这次有李文亮医生 和其他的爱玲娜 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 一个人才认 才使得这个疫情 这个是第一号的 然后才有其他的各种措施 这些措施当然也是 可以探讨的 哪些比较正确 哪些不这么正确 等等等等 我们现在 当然这个时间 还可以往下拉 还可以更多的发现 哪些东西是确实 当时做的对的 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但是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尤其是开出的 源头的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刚刚说了95% 我们就说是 我们不知道这个 怎么样突然爆发起来 那个东西 但是它在那里爆发出来了 大家知道了 你怎么 如果在爆发点 就马上控制住 马上让人知道 这个是有人传人的 那么不会有 这么多的受感染 不会有这么多人 五百万人逃到 逃到其他地方去 他们知道点 稍微的内情 他知道点 人传人的底下 就逃到了其他地方去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事情 最基本的教训 第一就是信息透明 不透明的问题 有没有这个对公共和安全 负责任的问题 第二个才是各个防疫的措施 哪些比较得当 严格和松弛的程度 到哪个平衡点比较合适 等等等等 社会措施 哪些措施比较合理 哪些措施不够合理 等等等等 这个中间才谈到 平衡的问题 但是源头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怎么样 出来以后 没有在谋发点 没有在开出的 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防备 所有的医护人能防备 所有的病人 其他的公众能够知晓 不至于造成 这么大的世界性的灾祸 三次事件是一个 这是更大规模的在重现 重现两次 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出现 这不是偶然的事件 其他的病 包括 等等 其他的几个公众事件 都没有发生成这么大规模的 这和开出的信息透不透明 是有相当重要的关系的 好疑问 陈彦我插两句 一个就是说 刚才说到这个SARS 就是03年 就是因为这个信息封锁 过了17年之后 又来一次 而且这次呢 更加的这个严重 而且就是说 始终在纠结什么人传人 我就说这种东西 你就一开始就把它假设 成为人传人不好吗 是啊 那不好了吗 你现在为什么要纠结 什么 而一开始我们就因为这个议题 它导致着很多时间的这种 就需要去判断 你需要什么去判断 你就把它假设成为 我现在就是一个人传人的 不行吗 他就是现在想极力淡化这个事件 它会发生的影响吧 因为如果是说造成了中 你中共他现在 习近平现在经常讲的就是所谓这个底线思维 按你说这个提法 也没有说啊 这就是所假设人传人 你就把 想象成人传人 不就是底线思维吗 是啊 这个当然是和 整个当时的 这个医学界的判断有关系 但是医学界的判断很早 其实已经 包括别人写了论文 达个宋服 他们支持我辩解 因为很多人把那个 他当时你说的话 公开说的话 是不对的 就是说 否认这个人传人 然后就实际上提示了 是人传人的 等等等等 就是说 这个东西 人传人 我同意你说的 你就是先 必须做这种假设 所以大家的安全度会更高 但是呢 他当时是 中共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必须要把这个事件 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让产生的影响越小越好 所以他就不假设 殊不知 你不假设人权 或者说你向公众宣布的是 所谓的可防可控 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始终 很不理解 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 假设成为不传人 那你这样做的话 那最终的结果 那你说倒推回来的话 你肯定是相关的那种举措 相关的 他当时就是 刚才网友说的嘛 他当时就怕 所谓的造成社会恐慌 恐慌气氛啊 什么 有什么恐慌啊 你现在不是 最后更加恐慌 他没有预料到 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对啊 这个教训 03年就已经够深刻了 然后再重复一次 还是更厉害 那么下一次是不是还要来第三次呢 刘翰 刘翰现在网友还要发言 请讲 刘翰在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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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 跟SARS病毒 它是可以类比 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两个病毒 怎么说呢 因为你在追究的时候 都是我们从时间轴上来看 都是专家组 就是专家组那些 因为对一个新的病毒 没有充分的证据的时候 你就不能说它是会不会人存了 或者不会人存 只能够类比 类比比如说类比SARS病毒 但是 直到11月20号 才确定 那个 这个新冠病毒 会人传人 因为是第二次 高级别专家组 弃了之后 才确定的 这个 因为高级别组弃了之后 然后20号 21号 24号 开始就封城 就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当然这几天时间 为什么不是21号 22号封城 这个 还要整 就是知道怎么才能还要整 对 没有 没有 绝对 从论文的发表的 而且就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你不能一开始 需要 你说你可以去 专家的 专家组做论证 专家组的问题 可以同时 这专家组他认定 他会不会人传人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你不能说 专家组没认定 他会人传人 你就 但是相关的这种防疫措施 这种举措 应该是把它 假定成为是人传人的 来做 同时专家组来去论证 这双轨病 这个我是同意的 我是同意的 假定他严重一点 来防疫 这是 我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但是 我们看中和看来 是 利大利也好 德国好 美国也好 都是 已经有点掉以轻轻吧 你像香港啊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日本啊 他们相对来说 他们是比较重视 而且是 因为他那个病毒基因测系 好像很早就已经 发给那个 W 那个 那个世卫组织了 那个基因测系里面的 那个 关于病毒的属性的问题 我相信 我相信病毒专家也不一定 他就能够确定 拿出一个链条出来 他就能够确定 他会人传人 或者不会人传人 这个 也是需要一个一定时间 才能够确定的 所以说 不永远 因为有长时间 我们经常说到的 就是做一件事情 做最坏的打算 希望最好 那么你就是把它 你做最坏的打算不好吗 我就是 问题是 问题是 大家都没有这样子 这种思维 不是说 你一个政府 他也是有方方面面的考虑 比如说 你专家组 确定 他因为 因为一月 一月初的时候 他就已经派了高 12月底吧 12月30号 他就已经派了 那个 对 派了高级别专家主气 然后是确定 他们已经不认定 他会 人传人 是局部的爆发 局部的那种传染病 然后到 1月20号 在第二次专家主气了之后 才确定的 会人传人 所以这里面一些东西 真的很不好说 你不能说中国政府 他只能说中国卫生系统 这个防疫系统 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漏洞 这个要填补的东西 比如说 他那个卫生防疫的 那个SARS的时候 就已经建立了一套很完善的 直报系统 形同虚授 直报系统 对 对 直报系统 为什么 这种系统会无作用 我刚才说了 全部在官员 官员 对 官员的那些实质毒质 或者是什么 怎么情况 这个确实是 大家要检讨的 这个和地方官员的 这个干系不大 不是地方官员 就是卫生官员嘛 你卫生部 那些官员 你必须得 如果说你没有 给出一个 给出一个 那个具体的东西来 是吧 你就让 让那个 那习近平下令 那封城怎么样 确实也是不合适 确实那个 实际上早一点 就像刚才我们 刚才陈先生也 也举的这个例子 就说 钟南山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如果早了五天 多少 早十天多少 那么这的确 这个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看到那个 就没有 那么被动 我从 从那个时间走 我是一直看下来的 看下来之后 它是应该是 那个什么 什么医院的 那个ICU的 他是1月9号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了 很严重的那种抗议了 对啊 然后让武汉的 武汉的好像 武汉的是第二次去的 武汉专家组 第二次去了之后 中行的时候 武汉第二次去了之后 还说要按照 原来的标准 那个诊断 诊断 那诊断标准 他们就已经有 有很大的问题 那武汉的去了之后 然后再是中行 然后再20号才是 高级别专家组 这里面就是说 这里面的延迟 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家就是有的探讨的东西 好的 我们下面还有两位网友 我们请大家 谢谢 好谢谢 请维克里发言 那个陈博士好 你好 你好 我刚才在这听这个事 实际上 就是从1月3号 因为现在咱们就说 不管是中国政府也好 还是世卫组织也好 包括美国 美国也好 都承认一个事情 就是1月3号 它的这个病毒的 这个毒株实际上 已经分离出来 而且已经交给 世卫组织和美国了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它对比 那么跟以前的SARS 这个病毒的毒株 是有大部分是接近的 好像应该 我印象到 应该是百分之五 那么如果 咱们就可以看 看到台湾还有香港 特别是香港 它在跟大陆 没有完全 彻底的断绝来往 因为它当时还留了 好像我记得是罗湖 还是哪 还有几个通道 因为我记得 都开着呢 2月4号班的 2月4号班的 但是他们这一次 抗疫的这个疫情的 这个结果 是非常非常的平缓的 他们的增长 非常平缓 对 对 所以我承认 我同意这一点 所以就说 人家就吸取了教训 其实香港 SARS的时候 香港很厉害 应该是有SARS的经验 在里面 当然了 这个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他们的政府 港府和台湾的政府 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按照当时的这个程序在做 我相信还有很多市民 因为台湾和香港 他们也是经历过SARS的 那么他们市民 也会有以前的这种经验 进行自我的防护 其实按照这个推理的话 我再想一个问题 如果1月3号 或者乃至于1月5号 甚至1月10号 对 把这个事情 就按照SARS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老百姓 那么所有 因为中国人当时SARS 可能只有四个省 还是五个省 他没有是零感染 但是大部分省是都有 那么老百姓自己 他就会有意识的去防护了 那我想 这种传染性 可能也会大大降低 这是肯定的 而且李文亮说的 就是类似SARS的病毒 李文亮那个 写得清清楚楚就是SARS 大家对SARS 都知道SARS怎么回事 要人穿人的 这毫无疑问的 所以说李文亮那个时候 当然是吹哨人的 怎么刘晓明那个大使 说不是吹哨人 他明明白的 就是给大家一个警告 所以说我想当时 如果像公众 就按照 就说了 这是SARS 那么我想 公众自发的 也会自我提高这种防护 后面很多的报道 就是当时 就即便是在武汉 也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在医院中学 对 甚至是在医院下学 都没有人戴口罩 而且当时像金银潭 像中心医院 这种比较集中报复 他们这个还是按照正常的 但是你如果要是向公众公布 是现在有SARS 你说的这句话非常重要 主要公众 要有消息 要有信息 这个流动 对 那么公众他也会尽量去回避 这种高感染的这种重点区域 他们也会自发的去回避 我想这个是作为老百姓的一个常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肯定 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 是不是演示 现在也没有证据 我也不好说 但是他们确实是应对的迟缓了 而且是非常非常迟缓的 这个是我要表达的 谢谢 而且事实上 那个医生护士 得不到感染 这是很重大的一个指标 当时已经 我忘了那个数300多还是30多 整个的医生护士 都检查出了感染了 那个都不得了 这是明显的人传人的证据了 还不光是说 接下来请37点 就是接触了病人 是感染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了 还别说那个科学研究论文 他们也可以 把现在后面的解释 都说是 这个论文的意思 就是可以 我们且不说这个 因为这医生护士的感染 这么大量的 那就是人传人 毫无疑问 他们接触了病人就感染 好 我们37 我回答一下安华那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就是上来 就是不假设人传人 我觉得其实 结果很简单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说我赞成他们的这个做法 但是我觉得道理很简单 就是因为 假设人传人 是要有一系列政策做下去的 然后这一系列政策 会导致经济 会经济损失 所以说他们就先假设 就是相对来说保守化处理 然后没想到这次搞成 这个病毒这么严重 然后远超过他们之前 有可能最坏的想象 他们之前肯定想象到会人传人 但是没想象到人传人会这么严重 以至于他们用那种内警外松的方式 根本就没有办法应对这个病毒 最后完全失控 那我觉得至于当时怎么样情况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猜测 但我觉得就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个情况 是再说一遍 我不是为他们蝙蝠 要我做国家领导人 我不会这么做 但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就是中央政府 就是下面传上来的消息是 确实很有可能这个病毒会人传人 但是中央领导最后就问了一句 这个你确信是人传人 那他们我估计当时确实 从技术手段上 他们很难确信 因为同一个医院发生了 就是医生的和护士的感染 但是他们到现在 好像很多人还批评中国政府的 那个叫什么 检疫技术不过关 当时一月初他哪来什么检疫 就是他只能说 这里有一个不明原型肺炎 然后又有几个人 或者十几个人出现类似症状 那么这个东西 你真的中央有这个政治压力说 你们说是同一个病 而且是人传人 这个政治和经济后果谁来负责 就是那下面的官员 就没有中国这么说 这个东西不能怪高福 或者是说医疗团队 中国的防疫人员 我不能说全怪他 但是我是确实对他有个责怪 为什么呢 比较一下川普和福奇 这两个人的关系 川普其实有很多地方 也是凭着自己的政治利益 在那边异想天开的东西 但是福奇一直要在那边顶 虽然他是很respectful的顶 但是他是要顶住的 就是那个时候高福国家养你 这样一个人给你这么高的地位 给你这么多钱 你跑到美国 就是现在有传说 他跟美国人开会在那边哭 你有本事哭 你当时应该顶住 就是放你在这里 就算到最后搞错了 确实这其他的那些医护人员的传染 是另外一个病 只是类似 是因为另外的原因 因为当时没有办法做基因检测 或者是抗体检测 在1月初12月底的时候 确实有可能中国 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但是当时应该顶住 我觉得当时应该顶住 但是没有顶住 我不能完全怪他 也应该怪中央给出的政治压力 因为确实在中国的政治压力下 很少有人能够说我大不了猜错了 我这次就是判断错误 我大不了这个不干了 我大不了就被撤职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 我觉得是中国的政治官本位的政治文化 再加上中央的政治压力 没有吸取03年的教训 再加上确实 我们刚才说到的 就是香港和台湾的例子 就是说香港台湾 就是因为激取了当年SARS的教育 所以他这个做法很不错 他们的政治生态 明显要比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更健康 包括美国也更健康 为什么拿美国做例子 因为美国的总统我觉得作为 至少有人讨价 大家都能听到 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但是我夫妻我是说了 我一定要给你顶住 我甚至发布会的时候 双方都有这种言语的这种 这种不和或者说这种矛盾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是两个政治体制 完全就是在这方面 政治的健康程度 政治的文化的健康程度 一就是中央领导是有责任的 就是你这个时候给 如果他们真的问了这句话 我觉得这个话是问的很不恰当的 就是说你要下面的医疗人员 别人已经跟你说80%人传染 你说你能达到99%吧 那那个下面怎么回答 那说那只能说我再回去研究研究 再把这个经济的 对就是这样 就是说中央给出的政治压力 我觉得一方面是确实需要反思的 另外就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 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当了官 他就怕把他的官给撤了 要他背这个政治责任 这个东西不能怪高福一个人 但是高福我确实也认为他 在这个时候应该为了就是说 你作为你是防疫的一个技术官僚 这个时候你不顶住谁顶住 就是我觉得这三方面都有这个责任 就是说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 就是如果当时中央获得的消息 是99% 99.9% 这个就是人传人 那我觉得中央也不敢去这么干 但是他们当时有可能感觉到的是 10有89% 80% 85%搞不好是人传人 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两个变大 根本的问题是在北京 不是在这个地方 对 地方 我觉得地方 你包括地方上 你像武汉的市长 包括武汉的市长 包括湖北 对 湖北有一个后来也获得表扬 但是这个就是说 地方政府有一些领导还是顶住了 中央说是可防可控 说人传人最后出来的口径 中国就是现在网上一直在流传 就是说这个应该是正确的消息 就是说有一个湖北有个浅江市 他们当地的领导就很负责任的 很早就封城了 很早就采取行动 包括武汉有两家医院 一家医院就是现在说 官僚主义对专业主义的一个比较 就是说有两家医院 一家医院做得很好 虽然说就是政府给出的口径是怎么样 但是他们还是提前做好的准备 从他们的就是底线思维 从最坏的方向去想这个问题 而不是像另外一家医院 在那边就是爱芬那个医院 就是后来爱芬那个医院 就是出了出现医疗物资的紧缺 然后很多防疫的东西都不足 然后医生感染的很严重 还死了医生 像另外一家医院就相对来说做得很好 就是我觉得在这种官僚文化的系统下 还是有人能顶住的 不是说没人能力 我们就退一步说 就算有官僚文化 但是有一点 大家不是都喜欢明哲保身吗 但是你可以把话说得很圆 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消息 给大家民众提醒 可能有一种这种人传人的疾病会出现 请大家比如说提高这种警觉 做好自我防护 但是这个是否人传人 正在这种核实或者调查过程当中 你有这句话可能都比这个 比没有要强了 对他们说的话 他们说的话就比安华你建议的这个调子 更低了 就是说他们也不是断然否定人传人 他说的是没有明确的 就是convincing的evidence说明人传人 后面又改成了 对 我是完全 我是完全就是觉得这次 这个教训是很严重 而且这个东西 确实是值得批评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只是说 从我的角度 我觉得他们当时 到底可能发生了什么状态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三方都有责任 当然领导要承担领导责任 但是我觉得三方就是说 一个是官僚文化的一个问题 就中国的人当了官就很怕丢了官 你像夫妻他就算得罪了川普 大不了就得罪了川普 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你说中国高福得罪了中央领导 那就完蛋了 这个人 所以说他的一个是官僚体制的文化问题 一个是高福确实也没顶住 我觉得像高福这样的人应该顶住 国家花这么多钱 人民花这么多钱 养你这样一个人 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抛弃自己的 就虽然这个标准很高 但我觉得确实应该抛弃自己的一些担忧 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就给他顶上去 然后包括中央领导 确实没有吸取03年的教训 这就是我刚才背后的 所谓这个什么底线思维 这个底线思维是话说的没错 就是凡是要往最坏的方向去想 做好最坏的打算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严重的教训 我跟我朋友开玩笑 有一次在朋友圈上 那个还是一月份的时候 他说这次要敲响警钟 我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03年已经是敲响警钟 这一次发生按照故事剧本 就应该是敲响丧钟的 就不只是警钟的问题 这已经是第二次 这不是第一次 但是这个东西你怎么说呢 就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他那个确实没有完全吸取上次的教训 他也许吸取了一点 但是真的是没有完全吸取上次的教训 好 谢谢37 谢谢37 我看我们的网友对这个问题 这个发言现在也很也很多 的确这个 新歌是不是还有话要说 看看新歌上线了 新歌 我看啊 开麦 好开麦了 我刚才听了37 我跟37的讨论也挺有意思 我也喜欢和37的讨论问题 这个37说教训 我觉得其实从03年非典以后 中国政府确实吸取了教训 以前是病情不可控 但是他吸取教训知道了 人是可控的 虽然瘟疫不可控 但是人可控 只要人控制住了 瘟疫 它能够起多大的作用 这个自然就没有作用了 把你的嘴奔住 那啥信息都没有了 啥都国泰民安了 这就是 这个中国在治理国家的 这个治理过程中最经典的 而最 总结的最好的一个教训 那就是 我只要控住你的嘴 啥都控制住了 这就是教训 这也是经验 好 说得好 谢谢新歌 谢谢 陈先生最后再说两句 他就是 我很同意 刚才这些网友都很聪明 都是看到了 我觉得都看到了 基本的政界所在 所以说他是 中共兴起了教训 反面兴起教训的 封 我封不了 我进不了事 封不了事 我还不能封不了嘴 我封不了人 我治不了事情 我就治理人 把自己治理清楚了就完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 一系列将来还会有更多的 现在他们同样没去教训 同样是全世界土口水 来通过土口水来把 希望把全世界的人口 起码封一半或者封死 然后 我就得胜回潮了 实际上事情一点没解决 所以说这个是 中共这个体制现在最严重的 最核心的 最关键的 刚才这个 就是 打开 打开严禁 打开严禁以后 我觉得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你看我们现在网友就说 777就说嘛 你就按照最坏的这种情况设想 然后你说 我现在不能说这个结论 结论不能下 但是请大家 这个 做好这个 自我防护 很有可能 比如说 你有这句话 那我估计可能一大半 后来这个疫情的病例 就不会出现了 所以说 这个 真的是让人 无语 还是 但是 将于不了这个 对 关键就是说 关键是 民众啊 而且现在是导致 直接导致的 后来这种扩散 蔓延到 整个国内 全国 乃至 全球 所以说 这个是 完全 这个因果链是完全存在的 你没有 没有当初 这个哪有现在 你如果当初就在 这个 武汉这个 这个小范围内 把他就控制住 或者说把他就说 大家这种自觉的行为也好 你只要有这种自由信息的流动 有这种 那大家都不傻嘛 都能做出自我的这种判断嘛 你关键 连这个都 都给剥夺了 或者说都让他没有办法去 消息的这种流动 没有办法去让他 让民众 普通民众有所警惕的话 那最后就是万人宴嘛 对不对 你万人宴最后那个社区 多少人受感染 陈先生还有 反正 反正差不多了 我想这个问题 大家 我想 关节都比较清楚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 今天大新闻就到这 结束 感谢我们在线的 网友 感谢我们 现场的网友 感谢我们这个 在线观看的 观众朋友 感谢陈归德博士 也感谢我们后台的